汪小林委員對於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說法 那就以昨天林陽佩在跟中國的選手在比拼的時候 那汪委員請問你到底為哪一隊加油 如果你說你是中國人 那我們看到在巴黎奧運的現場 這麼多支持台灣的國人 拿著自製的海報 毛巾 相關的創意的舉牌 為台灣加油而受到中國的小粉紅們 這種惡意的搶奪 破壞 請問汪小林 你要不要出來譴責 當我們台灣人在巴黎各個賽會的現場 受到中國人的霸凌 請問你身為中國人的汪小林 你要不要出來譴責 大家有關心到這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汪小林 他今天在他的微信上的發言 他說林陽得到金牌 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那他同時在台灣的臉書 他也寫到這是台灣之光 所以媒體都在問他 也有媒體直接尋訪到他本人 他確實也承認了 他也說沒有錯啊 我們都是中國人啊 那我想針對這個民主黨團就先來回應 我是非常好奇 這個汪小林委員 對於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說法 那就以昨天 林陽配在跟中國的選手 在比拼的時候 那汪委員 請問你到底為哪一隊加油 如果你說你是中國人 那我們看到在巴黎奧運的現場 這麼多支持台灣的國人 拿著自製的海報 毛巾 相關的創意的舉牌 為台灣加油而受到中國的小粉紅們 這種惡意的搶奪 破壞 請問汪小林 你要不要出來譴責 當我們台灣人在巴黎各個賽會的現場 受到中國人的霸凌 請問你身為中國人的汪小林 你要不要出來譴責 所以我們也一直非常的遺憾 汪委員是領著台灣薪水的 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的立法委員 你應當站在支持台灣的一方 國家的認同是不能包牌的 國家的認同不能當雙面人 國家的認同也不能有任何的曖昧之處 但是在過程當中大家都要蹭嘛 這個人也來蹭 他是翁小林 蹭一蹭之後說 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他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說真的 這是台灣人的光榮 所有人都來蹭都沒關係 王思琦蹭兩個字嘛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蹭亂蹭 蹭到給中國人賺去嘛 我們都看到頒獎典禮 其實很多人很難過 我們國旗不能拿也好 我們的會旗都被擠到邊邊 一堆五星旗站在後面 結果被認 外面裡面有一堆五星旗 結果翁小林把他認證 就是五星旗不是嗎 他等於在微博裡面 幫中國認證說 那個所謂的麒麟配 那個林洋配 就是所謂的中國人的榮耀嘛 他自己在臉書上面說 什麼在微信 是啊 台灣之光 中國人的驕傲 這沒有錯啊 竟然還說沒有錯 我要講的是說 他說我們就是中國人啊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就是中國要的認知作戰嘛 他就是要在做大內宣 內宣就是所謂的微信裡面嘛 大外宣就是在全世界的直播裡面 他要看到林洋配 在頒獎典裡面 後面都是五星旗 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這一次跟東京奧運 非常不一樣 法國大使 中共的法國大使現在是誰 盧沙爺 盧小小幼沙爺的那個人 叫盧沙爺啦 所以整個都是盧沙爺 強迫法國在主辦方裡面 對於所謂拿中華民國的旗子也好 拿台灣人也好 剛才都講到一堆嘛 都不准拿 你拿了之後就馬上就有人 站在你旁邊就要把他收走嘛 這個就是盧沙爺 因為他現在是駐發大使 所以他強力的介入之後 幫中國進行大外宣跟大內宣嘛 那 翁曉玲 你是不是配合中共的大內宣 在微信裡面說 中國人的驕傲 這我們是看不起你啊 所以你不能應該配合中國的大內宣嘛 可是你看他臉書倒是沒有這樣寫 他是怎樣 對我是覺得說 他是有反送 還好沒有 國民黨沒有執政 如果國民黨執政的 翁曉玲可能就駐發代表 配合盧沙也剛好而已啊 所以整個國民黨或者翁曉玲 意識形態就是一個中國 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才幫中國進行所有的宣傳工作嘛 我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很噁心的 你看臉書他知道中國人看不到 然後就要騙台灣人的票 然後呢在微信中國人的群裡面就說 啊這個是中國 我們都是中國人 然後這個這個中國人的驕傲